各位看中国的网友,大家好 今期跟大家讲讲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 讲讲这个题材,为什么这么讲呢? 今天有一张主流部长重新炒作了在尖沙咀 军仪酒店董事长刘希永,知死这个题材 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 其实近年来我们香港同胞都关心一件事情 为什么创办阿里巴巴的马云五十多岁突然说退休呢? 为什么这个腾讯的创办人马化腾突然间又说 叶沙咀被更改了这个法人代表,他自己又退下来呢? 其实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间急流涌退呢? 还更加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香港军仪酒店董事长在三年前的时候,莫名其妙在大陆被拘留, 被拘留你有什么罪,你就去查,去审判,去判, 奇怪的是,作为在香港去经营一间四岁级酒店的刘希永, 竟然间被拘留到东北的吉林省,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检察院那里去接受偵查, 大家知道,在大陆来计,所谓的公检法就是指公安,检察院,法院, 这个系统就是由这三个部门去组成的, 那么,对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这个拘捕的职责呢,就是由公安局去进行的, 所以,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被拘捕之后,公安局就将他移交去检察院, 检察院就负责根据公安部门所提供的犯罪的那些证据,进行去偵查,核实, 然后,如果是够了,这个构成犯罪的,表面证据,实质证据里面都是很充足的, 然后,检察院就将这个犯罪嫌疑人移交去法院,由法院根据这个犯罪的事实, 证据来到去,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成,去審,去判, 判了刑之后,就送去坐牢,是这样的,但是由于内地的司法里面,一直都是不见处, 由于他的司法不独立,他们公开的,作为执政党的宣传,就说向司法独立良劫, 甚至乎说要严厉严格,去批判司法独立的错误思潮, 将作为一个在普世价值当中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当中的法治, 是一种关键作用的司法独立,这是普遍的普世价值, 在内地当作是洪水猛兽,错误思潮,去加以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上头司法不独立, 公开宣称司法就是执政党维持政权安全的工具,是党的工具, 所以变成了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罪,也要根据当时所谓的政治需要而定, 等于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才算,当政治需要说他是叛徒内奸公冊的时候, 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将国家主席去逮捕,将他监禁, 然后根据政治需要,炮制证据出来,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到后来政治氛围变了,形势变了,生态变了, 他又可以将他平反,说他是伟大的无产一级革命家,政治家, 党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可以帮他恢复名誉, 所以说,司法不独立的时候来说,令到罪与非罪,往往不是以事实为依据, 而是以政治需要为依据,至于所谓的法律为准成, 更加离天格仗先,所以说,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 你想想在1978年年中的时候,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去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 居然间是平反了三百六十几万宗的冤假错案, 不是三百几宗,是三百几万宗, 那你想想在1978年的时候来说, 中共建政由1949年到1978年, 建政都未够30年, 但竟然间这边可以是几百万宗的冤假错案被炮制出来, 死于非命的人来说,高达是几千万的, 好了,你说到现在, 刘希永这件案件, 他本身人是在香港经营军仪酒店的, 就算在钱债方面有什么不清不楚, 按道理在香港已经是法院起诉他, 本身就已经在法院里面来说, 立了案, 他应该是要在香港去应诉才对的, 谁知道臨到在香港的法庭开庭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刘希永就失踪了, 连他的代表律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就是说, 后来才假几个月才查证到, 原来他在大陆已经被公安机关抓了, 按道理来说, 在大陆就是说, 公检法这个系统当中, 也都是有人死非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但是比较多的就是在公安机关拘捕的期间, 严刑逼供就死的, 这里是佔了多数, 然后里面呢, 也都有一部分呢, 在监禁, 即是判了刑, 判了刑的时候呢, 就不堪在狱中受到的非人的虐待, 那里而死的, 或者有些政治需要, 令到这样, 令到他不可以全身移退地出狱, 也都会有著名的案例, 一个就是诺贝尔和平长得主刘晓波, 所谓被肝癌死, 还有一位呢, 就是牵涉薄熙来案的, 这个大连实德集团的董事长徐明, 也都在监禁, 还有几日就刑满释放的时候呢, 也是被肝病死的了, 所以就是说, 这些就在一头一尾, 就是说公安去促了人的时候呢, 有些公安的那些黑警, 对犯人违法这样, 来到去严刑敲打致死的会有, 或者法院判了, 坐牢之后, 在监狱当中受虐待而死的也都有, 但是呢, 作为中间的环节, 在检察院的偵查阶段的时候来说呢, 而死的呢, 就基本上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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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檢察院, 够了的, 就送去法院, 不够了的, 就退回公安机关, 在它的中间环节里面, 就是, 一个叫做, 属于偵查阶段, 这个偵查阶段来说呢, 按道理, 按道理呢, 就是, 不需要, 就是, 就是, 搞到, 搞出人命的嘛, 因为, 因为, 如果要, 拿什么表面证据的时候呢, 其实, 公安机关, 拘捕的时候, 都已经是, 整得七七八八的了, 是吧, 是吧, 公安机关, 然后, 就连人带那些材料, 才移送去, 检察院, 那检察院,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够了, 就立刻移送去法院, 去審去判, 不够了, 就将, 这个人, 和那些材料, 就退回公安机关, 喂, 不够了, 是吧, 这个, 不足以构成这个犯罪, 是吧, 不足以构成这个, 就是, 刑事起诉, 所以, 在中间里面, 这个过程当中, 被打死的, 我以前就很少听到, 所以, 今次, 刘禧榮, 竟然间, 莫名其妙, 是偷了去, 来香港, 这个三千多公里的, 延边检察院, 在鸭陆江边的, 那个地方, 靠近北朝鲜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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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干部来说, 老实说, 和这位香港商人, 刘禧榮, 是无怨无仇的, 但是,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 竟然对他去, 去落独手呢, 这个呢, 就关乎到, 就是, 刘禧榮本人呢, 是, 和这个, 上层, 这个官员呢, 有着一种深厚的关系, 因为, 基本上, 中国大陆来说, 他搞改革开放之后, 才有民营企业家, 但是, 因为改革开放之前, 在经济的所有制方面, 是纯之又纯的, 公有制, 连一个, 就是, 水果店, 水果摊, 它都是属于国营的, 所以, 那时候, 没有所谓的民营企业家, 全部都是, 大家都是, 都是, 窮过渡, 那, 自从, 来说, 在这个, 邓小平提出, 允许一部分人, 这个, 先富起来,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号召底下呢, 那天开放的时候, 将那个, 私人, 企业, 就列为是, 叫做, 法律上可以允许的, 不单止, 就是, 得回这个, 所谓的, 公有制, 有了, 这个, 私营企业, 有了中外合资企业, 有了外资独资企业, 有了这个, 股份制, 股份有限公司, 那这一系列的东西来说, 是, 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市民, 因此, 那个民营企业家来说, 也都是由那里, 就这个去产生, 但问题就是, 租国的, 这些民营企业的产生, 在一个, 本位的, 计划经济的体制里面, 去, 枯化出来的, 因此, 它是和那个权力, 和这个, 官场里面, 有着一个, 物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大家就不是一个公平的起跑市场, 所以就是说, 最初这个时候, 这个双轨制的时候, 就所谓的批文了, 批文就说, 双轨制的时候, 一些是, 因为它的计划经济, 就包括了商品的价格, 都是由国家来到去制定的, 但是, 当着一些国家制定的那个, 这个价格, 定了下来的时候, 那它后来搞双轨制的时候, 有一部分就是放开, 放开那些由市场的供求决定, 是不是? 供不应求的, 就价格上升, 那么, 因为在那个, 计划经济的时候, 造成了一个经济的贵乏, 是不是? 买米要用这个, 粮票, 买衣服要用布票, 是不是? 买火柴要用火柴票, 买猪肉要用肉票, 买鱼要用鱼票, 买鱼要用鱼票, 那时候, 物质是比较贫乏的, 所以, 一开始说, 双轨制的时候, 那双轨制的时候, 放开那部分, 自然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那么, 国家统制的部分价格表面上是比较低的 所以拿到批文的时候就可以用国家制定的平价 买到一些钢材、其他物资回来 然后转手在自由市场上倒卖 变成是赚到那个价格差 在国家统制的时候来说那些价钱可能是和港草的价钱 在自由市场是金条的价钱 你到头来用和港草的价钱拿回来 然后在自由市场上用金条的价钱卖出去 就赚到差价 这些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民营企业、富豪、官二代 他第一套金就由那里来 注定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原罪 就是说换言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私营企业开始发家的时候 是离不开和官场的官员的勾结 这样的官商勾结就是由于社会体制的转型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 所以就是说 好了 到后来 你想想阿里巴巴 马云 他们创办企业 或者腾讯创办企业 其实很多时候 你用微信支付 或者淘宝网 之类 其实牵涉到支付手段的时候来说 按道理 有些支付手段是受到银行监管 是属于商业银行里面的特权 但是为什么可以给你阿里巴巴 腾讯那些去进行这些支付手段呢 当然就是在特权方面的开放 由于它主要股东的架构当中 实际上是和那些高层 包括那些省部级棍部以上 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的亲属 是吧 那些儿子啊 那些孙子 是有持股份在里面 所以才能够得到 是吧 某些公权力的部门 开陆德 允许他进行这种经营 所以就是说 好了 到头来说 问题又说 他和官商的商人 那些富豪 他和官员勾结的时候 就成为了富豪 成为了富豪的时候 所以就变成了 有了所谓的一条条的派系 在这儿了 那变成了 来说 在中共它的权力 就不是由这个 人民普选而产生官吏 还是说 上级说你行 不行也行 上级说你不行 行也不行 一个这样一个 就是用人制度底下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产生高层的那个派系的权力的斗争 那你想想 改革开放以来 那才算呢 你不要说这个 胡耀邦和赵紫阳 这些两位总书记 里面就跨了台 以前做过中共中央主席 国务院总理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也是跨台 那你除了这些 表面上做过中共第一把手的 是吧 华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之外 后来一直到现在 你想想 只是政治局委员级的呢 陈希彤 陈良宇 薄熙来 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 什么令计划 一直到来 甚至乎到了 八九前的孙政才 就是这样 那这些 他一乱当的时候 就变成了 你黏着他 那些富豪 就有一种叫做什么呢 一鸣就驱鸣 一选就驱选 很明显 大连实德集团的徐明 就是黏着薄熙来 而上位的 当薄熙来倒台的时候 徐明也是要去坐牢 这个官员下台 就要入狱 然后跟着 平时跟他抱着 粗腿的 这些大腕 那这些富豪 一样是要入狱 所以就是说 形成了 在一个权力斗争的过程当中 不单止官员里面 有时感觉到 官不了身 甚至乎 就依附他那条线的 那些富豪 也都黄黄不可终日 所以就 有马云 马化腾那些 急流勇退 但是最不幸的就是 好像刘希永这些 刘希永去搞 军仪酒店的时候 大概现在应该 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去买下来 那当时来说 是这个 刘金宝做中国银行 库湖香港的总经理的 那当时也都牺涉到 曾经任国家外汇管理局长的 朱小华 当时他是中国江大集团的 那个董事长 所以 这个朱小华 就是继王江英 邱晴之后的 第三任的 江大集团的董事长 所以变成 刘希永当时买这个 军仪酒店的时候 其实就由中国银行 库湖香港 那时候 刘金宝他们超高额的贷款 给他买下来 所以 就说 这个 当时好像买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 大概是19亿 那样 而当时的 那个价钱 也都是被 严重高估了 高估这个价钱 就可以 在贷款额里面 也同意高额贷款回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本身 军仪酒店最初的交易 刘希永做董事长 买这个酒店回来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 就是官商勾结的 那个印记在树 那然后 好了 现在他人死了 那又说 估值这个 六十几亿的 军仪酒店 就四十七亿 那样 就卖给了 跟中国财政部 又有千丝问楼的 关系的 那个中国信达 这个资产集团 里面的旗下的公司 那所以这一件事呢 我们作为局外人 也都不知道 那到刘希永死的时候 这个军仪酒店 本身的资产 负债那盘帐 是怎样回事 因为呢 军仪酒店 并非一家上市公司 所以他的财务状况 我们外界 就不得而知的 所以今次的 就是以四十七亿的交易 他是资不抵债呢 还是这个就是 不卖了之后 还了债 还有些 有些余额 可以分回给 刘希永的太太 这个央视的美女主持 刘芳菲呢 那这些我们外界 就不得而知 不过总括来说呢 刘希永这件事 就是反映了内地 在那个司法不独立 审讯欠公平 人权 没有保障 这个状况 令到我们香港 的七百多万市民 是一个 一个警钟 所以今次 为什么反修例 运动 会能够 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搞到一个 这么完美的政治风暴呢 就是因为大家 从这些 刘希永这类 这样的 在 偵查阶段 檢察院偵查阶段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 被人迫害致死呢 看到如果一旦 这个所谓逃犯条例 能够通过的话 那就会形成一个 大陆定罪香港交人的局面 那变成呢 就 我们一国两制的防火墙 就被拆毁 然后里面来说呢 就令到我们 免于恐惧的自由 都受到威胁 所以每个香港人 就感觉到 一国两制到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逼迫 发出最后的敲声 因此 形成这一次的 反修例的运动 所以这一次 反修例的运动里面呢 亦都可以从 刘希永的事件当中 得出一个结论呢 我们这个 运动的本质和主流 就是要 一国两制 不动摇 不变形 不走样 根本和什么颜色革命 香港独立 毫无关系 所以那些人呢 在那里 乱地抹黑 无限上纲 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